我們要知道未來在哪裡 西方人說命運在你的手中 我不認為這樣 我認為命運在你的心中 因為中文講心想事成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的時候 中文一定是這樣 命運在你的心中 不是在你的手中 心在哪裡 心不在這裡 這個叫heart 叫心臟 這個不是心 心在這裡 這裡是什麼 其實就是觀念 所以你有什麼樣的觀念 你就有什麼樣的未來 很簡單 你如果認為說 我會越來越愉快 你就真的越來越愉快 你覺得我會煩惱煩童 要煩惱煩童啊 不能說順其自然啊 很多人對這個順其自然還是不太會解釋的 這點因為非常重要 所以我說一遍啊 時間 往壞的方向流動 不是往好的方向流動 時間它會流動 不錯 可是它是往壞的方向去流動 它不會往好的方向去流動 這句話是非常重要的話 你不相信 我們等人散會以後 各位去照照鏡子 我問你你是越來越老了還是越來越年輕 你說我越來越年輕 我就知道你是咬緊 人越來越老 東西越來越舊 事情越來越糟 就證明嘛 就非常好的證明 隨著時間的流動 人越來越老 隨著時間的流動 東西越來越 成就越腐化 最後不見了 你看一步腳踏車你不要站在那裡百個幾年也不見了 沒有人偷它就不見了 整個腐蝕掉 事情越來越糟 所以很多人說 社會越來越好啊 越來越進步 其實我都很懷疑這種事情 非常懷疑 所以你說你再怎麼會保養我都不相信 各位要記住要告訴自己要還老還童 你不還老還童就是越來越衰老 像這種觀念要靠你自己去建立 我只要保養我保持現狀 天底下沒有人有資格保養想狀 一天一天老掉 你一定要還老還童 你還老還童 他就會慢慢慢慢 那最起碼保持 年輕 任何事情 順跟膩要取得平衡點 一路順下去 什麼都沒有 一路膩到底 很快就沒有了 這個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 很多話 平常我們不是很注意去想 人是觀念的動物 你有什麼樣的觀念 就是你有什麼樣的心思 你的未來就會照著這個去實現 我們每一個人 都覺得台灣會越來越好 台灣他就越來越好 當每一個人都覺得完了 接下來完了 什麼都沒有了 他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這個是十足的叫做心想事成 一點不錯 其實講起來是 我們的磁場 跟天地的磁場在互動 其實是這樣 我希望各位了解到 我們 這個是最好的PC 就是個人電腦 宇宙磁場 就是Internet 當你想什麼的時候 就等於打字一樣 然後他那邊就打進什麼資訊進去 當越多的人 心心念念 台灣完了 台灣經濟沒有救了 台灣自治越來越苦的時候 他那邊一排的都是這樣 然後你就整個下來 所以 我希望各位要記住 從現在開始 只能往官民面去想 不要往黑暗面去想 不要 我最近常常問人家說 你知道你將來是怎麼死的嗎 我不知道你聽的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感覺 你知道你將來是怎麼死的嗎 他都說我怎麼知道 我就說你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那你做人太沒有價值了吧 對不對 一個人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常常罵人家的話 你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那我現在問你 你將來怎麼死的 很簡單嘛 你拿一張白紙你就知道你怎麼死的 你拿一張白紙開始想 我將來怎麼死的 我最怕怎麼死的 我最害怕死在癌症 我就知道你將來死在癌症 有心想事成 你幹嘛去想這個呢 這非常容易的事情 沒有什麼難的 而我最怕被火燒死 這個人就注定被火燒死 因為你沒有這個念頭 你就沒有那種積怨嘛 你怎麼可能呢 所以一個人就是說你害怕什麼 你完完就會得到什麼 這明朗話叫做什麼 如驚如死 你如驚如死 你的潛意識會告訴你 你將來死在火上 不然你怎麼會怕火 人活著 就是要把自己整個這個條理過來 使自己無所恐懼 然後你就知道 你會心安理得的死掉 你可以安排嗎 真不能安排 我們常常講 以人為本 是相對於西方的 以神為本 我們是人本本位 西方是神本本位 你看西方的神 祂是高高在上的 祂可以支配 祂可以主宰人類的一切 中國的神呢 都是我們人封的 當年江子牙封的神是最多的 神不如人 這是中國社會 所以我們很多觀念其實是錯誤的 是被誤導的 說中國人很迷信 西方人不迷信 剛好相反 你看西方的戰爭 都是為宗教而戰爭 他們為神戰爭 中國人從來沒有過 我們的親子關係 也是 以人為本 西方的親子關係 它是以神為本 我們今天要把它做一個比較 清楚的分析 西方的文化 它很重視人跟神的關係 你看他們科學家 他是專門研究科學的 可是他們很相信宗教 他們一切都归於上帝 這不是很矛盾嗎 一個科學家 你怎麼可以去相信那種 沒有辦法證明的東西呢 可是西方的科學家 科學歸科學 宗教歸宗教 他一方面 我看到才相信 一方面他會相信那種看不見的神 我們 都聽說 人是上帝造的 我不曉得你相不相信 最起碼我是不相信 因為上帝造人 為什麼把人造得這麼麻煩 為什麼不把人造得很美好 如果是上帝造的 他由於把我們造得很醜陋 把我們造得很不完美 那這樣的上帝 它是什麼意思 那好了 西方現在也開始懷疑了 人真的是上帝造的嗎 所以他們出了一個人 叫做道爾文 道爾文是否定 人是上帝造的 他說人是動物進化的 所以西方的老師真的很上腦筋 他上課一定要同時講兩句話 一句話就說 人是上帝造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那人就是動物變的 那我不曉得 你相不相信人是動物變的 我也不相信這句話 我跟別人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讀書我不去相信 因為中國人說 進進書是不如無書 現在讀書很糟糕 看到書裡面寫的就是 以後是真的 但人家亂寫你怎麼辦 尤其我們今天 每十分鐘 就可以得到好幾個 錯誤的信息 那你相信你就完了 我讀書我是看看 想像 我不一定相信 中國人大概不會相信 人是上帝造的 我們也不會相信 人是動物變的 那我們相信什麼 我說出來 各位自己做參考 中國人講得最清楚 人從哪裡來 人就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這七搞八搞才會搞出一個人來的 你看我們一開口就說 你怎麼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可見你這個樣子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中國人相信人是自作自受的 老實講你二十年後會長成什麼樣子 從你現在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說三歲看大 六歲看老 就是你自己是這個樣子 你高高高高高一定是那個樣子 它是有個過程 而且是個必然的一個過程 我們如果相信西方 人是上帝造的 那我告訴你 就沒有什麼父母 子弟子女兄弟沒有 因為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女 所以我們才了解 為什麼西方人告訴你 人是生而平等的 因為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爸爸還好 你是祖父也好 你是孫子也好 都是上帝的兒女 都是主類的兄弟姐妹 所以人人平等 那怎麼辦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國的神跟西方的神有什麼不同 西方的神會對人有戒律 你不可以這樣不可以呢不可以呢 中國的神從來沒有對人有戒律 沒有 你看我們今天講的五戒 那是佛教 不是中國 孔子從來沒有頒布過幾個戒律 沒有 沒有 你神憑什麼給我人頒布一些戒律 你憑什麼 西方人很相信啊 總共就是不相信 所以為什麼西方人會走上法治 他有他的原因呢 不是沒有原因呢 你相信神 神的戒律你就要遵守 那麼人跟人之間就要用契約 就要用合同 就要把權力去義務講清楚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所講的話幾乎都講西方法 孔子給我們什麼戒律 孔子給我們什麼戒律 沒有 孔子給我們什麼戒律 在美國要養小孩 提心吊膽 然後讓我們好幾個留學生 在美國 生了小孩 窮啊 請不請人家幫忙啊 只好怎麼樣 自己照顧 一洗澡不小心 小孩滑到浴缸裡面去 然後有創傷 鄰居遠遠看這個小孩有創傷 他就報警 然後警察就傳你 你虐待你的小孩 你說我沒有 這是證據 驗傷 報告出來 然後就開始隔離 強制把你小孩帶開 不讓你父母帶他 那這算什麼家庭呢 老實講 今天祖父不敢去報小孫女 不敢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報他他很高興對不對 等到一天他進入初中了 他就開始想 我祖父當年報我 他是不是性侵略 他有沒有性侵害呢 那糟糕了 然後這個祖父沒有什麼名 那還無所謂 這個祖父如果很有錢很出名 他一定倒楣 因為只有律師會說死他 你寫一篇資傳 你就告你祖父 等你小時候親親愛 你索賠多少錢 我們一個人分一半 美國的律師 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我們現在搞不清楚 一天到晚就說 我們要法治 我跟你講 中國人是講 中國人是講究道德的 西方人是講究法律的 一個法律的國家 他有一句話是非常危險的 就是說只要不違法 我什麼都可以做 那就表示不憑良心也可以做 只要不違法 不違法 而沒有憑良心的很多 很多 那你 那這家庭怎麼安寧 所以一旦講權利義務 大家就是到某一個程度就算了 我講了你愛聽不聽是你的事 所以又來又像朋友 他們沒有資格做父母 有什麼資格做父母 你為你子女犧牲多少 但是我告訴你 我在美國看到很多家庭 很像中國家庭 媽媽不工作 在家當專職的嘛 媽媽一看到小孩子 Don't do it Don't do it 不能做這個 不能做那個 不是各位所想像的 什麼愛的教育 我絕對不反對愛的教育 但是我們今天真的不了解 什麼叫愛的教育 小孩一動 媽媽馬上過去 不可以做這樣 他們很負責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心理學家已經說出來了 20世紀 最大的祸犯 就是把小孩寵壞 你現在把小孩寵壞 將來出去以後 他無法無天 遇害人類 這是我們很不願意看到的 中華文化 可貴的就是兩個字 叫做德性 叫做品德 叫做道德 叫做良心 這些東西外國人是不太相信的 他們相信上帝 他們相信法律 他們相信科學 所以你要了解西方的文化 他就這三個東西 一個宗教 一個法律 一個科學 中國不是 中國不是 中國也有三個東西 但是跟他完全不一樣 我們第一個是道德 第二個是藝術 你看我們的科學都發展到很藝術 不像他們 科學就科學 然後呢 我們沒有宗教 但是我們有宗法 宗法是什麼 就是祖先的崇拜 我感覺很遺憾就是很多人把我們祖先崇拜啊 看成不夠進步的 其實各位慢慢去領略 祖先崇拜一點不迷信 而且不像宗教那麼可怕 我們從來沒有為祖宗去葬政過 沒有 這樣各位慢慢才知道 為什麼我們對祖宗那麼重視 這個我們還是會 找一個時間來說明一下 尤其我們的親子關係 是跟祖先連在一起的 我常常講 中國人比所有民族多一條 導航線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比人家多了一條導航線 這條就叫祖宗導航線 我們很多事情可以問祖宗 我父母都已經去世了 但現在他活在我心中 我有什麼事情我會跟他商量 他會給我答案 這個迷信有什麼關係 所以慢慢去體會 我們是很不迷信的民族 偏偏偏偏被那些不懂的人 他會強制說我們很迷信 這個非常糟糕的事情 也真的很倒楣 我們是很不迷信 我們德性 才是我們重視的東西 所以我們親子關係 是重品德 重德性 我們代代相傳 我們呢 我們呢 有一個家縫 每一家有不同的家縫 所以我們以前結婚 為什麼要講 門當戶罪 就是說你們兩條系統是不是很接近 如果兩條系統完全相背 那你結婚將來一定不持久 我們真的不了解 什麼叫做父母之命 什麼叫做媒作之言 什麼叫做八字相配 我們完全不了解 然後一直在批評 這個非常要命的 如果我們結婚的時候 父母事先批我們看一看 我還是這句話 因為我一生的感覺是這樣 我父親非常了解我 我永遠不了解我父親 因為他比我大二十歲 他後面那個二十歲 我沒有經歷過 我四十歲的時候 我認為我很多事情都了解 但是我看爸爸就是看不懂 因為他六十歲 他比我多二十歲 那二十歲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二十歲 知父莫如子 這句話沒有人說 我們只有說知子莫如父 天底下爸爸最了解兒子 可是兒子永遠不了解爸爸 因此你才要去體會 爸爸的用心 爸爸的苦心 在我們中國家庭裡面 爸爸是最委屈的人 但是我們說他是父權至上 我不曉得他從哪裡去解釋 一個情願做壞人 一個情願讓子女誤會他 一個情願為家庭犧牲的人 他不夠好嘛 你批評他什麼呢 他權威在哪裡嘛 他受氣多得很嘛 所以我們慢慢要去了解 我們都是用西方的標準來看中國 那是兩套不同的系統 你錯亂啊 今天完全錯亂掉了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笑 就是因為父母對子女 他是大恩大德 而大恩不能用謝謝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開口 謝謝爸爸謝謝媽媽 這是不對的啦 你謝什麼東西 大恩是不言謝的 那你到外面查 我說謝謝就可以 謝謝爸爸謝謝媽媽 那就準備一臂勾銷了嗎 就這麼簡單啊 沒有那回事情 笑的意思 就是比謝要高很多 而且笑的下面呢 最好加上一個勁 恭敬的勁 如果一個人對父母不恭敬 那就是不笑 聽話也沒有用 給多少錢都沒有用 那個勁 現在都已經慢慢三十掉了 你看子女一有幾個錢 就開始看不去爸爸媽媽 你老穿這套衣服 去換一套 你什麼 你擺什麼這樣子 沒有父母 你有今天嗎 所以我們有很多人感慨 說最好生個小孩 又笨又醜又沒有出席 他永遠是孝順 他對你一定有敬意 偏偏我們不是 我們喜歡小孩比我們強 講來看不起我們 喜歡他社會地位比我們高 講了反過來給我們難看 至少麻煩 如果不笑 父母對子女不可能盡心盡力 不可能 你看現在很多父母已經不盡心盡力了 他自己算一算 我的老本先保住 他算一算 我這樣對我的兒子 將來他說不定還恨我 我不必 那這樣父子的關係就跟朋友一樣了 完全跟朋友一樣 那談什麼父母呢 我爸爸對我 他只有一句話在我的心中永遠存在 不是他說的 是我體會的 就是永遠不放過我 他一輩子就是不饒我 我就感覺到他了不起 沒有別人對我這樣 哪個永遠不放過我 沒有 人家都是跟你勸勸 你愛聽不聽 算了 結果我爸爸 無時無不刻 絕對不放過我 那我就沒責了 我只好聽他了 我一直慢慢 我們 看到西方 總以為他很完美 事實上我們不了解 他是一個神本位的世界 大家心目當中只有神 不可以有別人 你看基督教 你只能夠 拜耶穌 你祖宗也不能拜 天主教 你只能拜 圣母玛利亚 祖宗也不能拜 中國人 我什麼都不拜 我就拜祖宗 我跟不同 就在這裡 我們中國一家人在一起 这是外國人 很沒有辦法接受的 媽媽多半信佛教 女兒比較新潮 就信天主教 兒子說 那我信個基督教吧 爸爸多半信一種很特殊的教 叫睡覺 可是我們一家人沒有事 沒有事 各搞各的 真正懂得宗教自由的 只有中國 可是我們是被批評 我們沒有宗教自由的國家 你看這奇怪不奇怪 外國人有什麼宗教自由 這個國家信基督教 你就跟著大家一定要信基督教 不然你就到那邊去 他們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今天要講世界大同 要講地球村 其實都應該向中華文化來靠攏 否則是行不通 所以我們的親子關係 它是以人為本 它不是以神為本 所以我們父親就是父親 母親就是母親 它是永遠不能代替的 子女 心目當中 不一定有耶穌 但是心目當中 一定有父母 我感覺的很遺憾 就是現在的青少年 心中沒有父母 你看凡是敢在電視上 在那裡 兩個人抱在一起 看屬於親吻的 最久的 都是心中沒有父母的人 心中有父母的人 不敢做這種事情 凡是在社會上 唯非作答的人 沒有別的原因 就是心中沒有父母 你去看現在很多 尤其在電視上 可以看到很多人 他敢講那些話 就證明他心中 已經沒有他父母的存在 那這樣做父母干嘛 他心中有別的 就是沒有父母 尤其現在很多人 心中只有一個東西 叫做錢 其他沒有 為什麼外國人的女孩子 可以啊 什麼都脫光光 就是他心中沒有父母 我們中國不敢 就是心中有父母 但現在我們也沒有了 生怕人家沒有看到 那你整天不要穿衣服就好了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自己看不起自己 可是我們現在覺得 那個很時髦 還創造了一個秘密堂 說好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美麗的東西要讓大家都看到 這算什麼觀念 我們倫理 是什麼 就是不平等 所以我一再講 西方是人一生就是平等 大家都是主類兄弟 都是上帝的兒女 當然平等 中國人 人一生下來就不平等 那不平等不是不好嗎 沒有錯 可加上兩個字就很好 倫理就是合理的不平等 我們最了解宇宙人生 人類不可能絕對平等 不可能 人類不可能絕對自由 社會不可能絕對光明 不可能 那是夢想 不是理想 連理想都夠不上 那一定要分工嘛 那你怎麼去平等 我說明為什麼人類 不可能平等的原因 就是我們資源有限 機會不足 所以不可能平等 你看我們第一排 如果只有十個位置 就只能做十個人 如果有十一個人要做 就開始發生不公平的現象 我們所面臨的永遠是資源不充足 我們所面對的永遠是機會不夠 所以不可能平等 為什麼連這麼淺的事情都想不通 我覺得很奇怪 只要你活著 你只能享受相對的平等 相對的平等 就是合理的不平等 我想只要把這觀念一端正起來 很多問題都會解決 我們現在就是滿腦子都是追求平等 弄得大家很不幸福 人有比較胖的 有比較瘦的 兩人坐在一起 胖的人站的位置 智能就大一點 你瘦的就委屈一點 就小一點 你怎麼平等呢 兩個人吃一樣東西 喜歡吃的人就多吃一點 不喜歡吃就少吃一點 幹嘛一個人切一半 你看西方人平等 就是各吃各的 你不能拿我的 我不能拿你 中國人搞在一起 就說你要你就多吃一點 我少吃一點 我喜歡我多吃一點 不是很愉快嗎 你看我們吃飯也是不平等 西餐吃飯是平等 每個人一塊牛排 就是一塊牛排 不大不小 中國人哪有 牛排在這裡 你喜歡多切一點 他不喜歡少吃一點 我通通不吃都可以 但我喜歡吃魚 我就多吃一點 這不是很好嗎 平等是夢想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在美國 有些常常感覺到 美國人很不平等 為什麼 你去看秀 你去看表演 你就要捨得 一百塊錢小匯給他 你永遠坐最好的位置 他最好的位置 永遠給捨得花小匯的人 不像我們這裡 有什麼平等 全世界都是相對的平等 不是絕對的平等 只是他表現的方法不一樣而已 沒有對錯 沒有好壞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要把觀念端正一下 你看老大跟老二 老大穿過衣服 就給老二穿 老二就抗議啊 我為什麼要穿老大的衣服 我兩個男孩子就是這樣 老大穿過衣服 給老二穿 老二穿 我什麼老穿哥哥的衣服呢 我就跟他講啊 我說誰叫你跑得比他慢 你跑得比他快一點 他穿你的衣服 那是你自己搞出來 又不是我搞的 他就沒有話講了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老大穿過衣服 你不能穿呢 沒有道理嘛 你看我們第三代也是這樣 老大穿過衣服 就給老二 老二穿得很高興 這就是資源不充足 機會不充分 我們所面臨的 必須要接受的一個事實 叫做合理的不平等 所以倫理 就是家裡面 或者團體裡面 或者社會裡面 它是一個合理的不平等 就叫做有大有小 而不是西方的沒大沒小 哥哥要哥哥的樣子 弟弟要弟弟的樣子 有些事情哥哥讓弟弟 有些事情弟弟讓哥哥 這樣才有倫理啊 哥哥弟弟叫他一個人一半 分得很公平 那就是不公平嘛 那算什麼公平 那是假的公平嘛 西方大部分追求的 是假平等 我們所追求的是真平等 結果反而搞成人家很平等 我們不平等 這真是不知道從哪裡講起 西方有錢人 他就有特權 每一個地方都有特權 我研究三四年 我可以很清楚地講 特權永遠存在 只不過他會轉移 他會轉移 有時候這一部分特權 有時候那部分特權 他每一個時代一定有一部分人是特權的 他會轉移 他都是固定的 這樣就好了 那你趕上那個潮流 你就占便宜 你沒有趕上 那也是自己找人麻煩 你怪誰 這樣就心平氣和 人活著 只能享受相對的平等 在家裡面 沒有一個人 有絕對的自由 沒有 連爸爸都沒有 你不相信爸爸回家 就把衣服脫 試試看 你有這個自由嗎 沒有 照理說爸爸最大 我們一直說爸爸最大 那在家裡就把衣服通通通關 試試看 沒人敢 可見他沒有自由啊 只要子女在他沒有自由 如果他一個人不結婚 他就可以啊 人不應該追求平等 但是全世界都在講 把它當作什麼普世的價值 我是感覺最奇怪 人應該追求合理的不平等